近日,在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九泉阿克赛县,广袤无际的戈壁上,超万余面荧光闪闪的定日镜安装完成,科技感十足地绽放在这片高寒缺氧的戈壁小镇。 甘肃省九泉市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惠东新能源光热加光复试点项目,11960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 据介绍,该项目是国内在建单机规模最大的塔式光热项目。 对于我们电力系统来说,我们电是不能储存的,所以是希望发电和销纳是能够是在一个瞬间能够达到平衡的。 因此我们就想到了用光热作为一个调节手段,因此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光热加的一个概念, 使得光热和光伏,它们两个不同的发电形式把它呕合起来, 这样的话呢,用光伏的这个低价的电来补贴这个光热的这个高价的电, 同时呢,用光热的这个调节手段来弥补光伏这个随意性波动性的这个缺点, 打破了原来的这个光热成本高,光伏调节性能差的这个两种的缺点, 使它们这个强强结合。 项目所在地海拔为2900多米,高寒缺氧,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热氏度, 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工的难度可是不小。 现场负责人介绍,定日镜是塔施光热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华东院联合多家参见单位开展联合公关, 实现了定日镜产线和定日镜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我们在设计中采用了多种手段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多个用多个软件相互印证, 然后保证这个塔能够满足这个风载和地震核载的要求。 等建成投运以后,这个吸热器上将发出这个耀眼的这个光线, 其实从几十里公里以外都能看到。 安装过程当中,定日镜这个塔对下面这个混击土柱子要求很高, 水平度啊,垂直度它都一定要求。 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现场指导跟实验, 克服了这个风沙啊,严寒啊,还有夏天这个, 夏天很热,白天很热,晚上很冷。 据了解,项目中低温溶岩泵等关键软硬件全部采用国产化设备, 大压差熔岩调节法为国内首次在大型塔式光热电站中正式使用。 负责人介绍说,这些探索为后续光热项目建设奠定了基础, 也确保了光热发电关键核心技术不受国外限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